你從來沒想到吧 指揮官也可以落跑 講YMP落跑指揮官 然後我先說媒體下了一個標 他是先寫說 陳時中冒號 我職務沒任期是自由業 大家就開始發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指揮官是自由業 我才是自由業吧 好 但是我覺得 反正陳時中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馬上講錯話 就改口了 馬上改口 他說我沒有說我是自由業 是你們誤會 是你們誤解 來 我看一下 製作人剛好貼給我 好 他馬上強調 但這個是媒體抓出來的 他說我所從事的職務 都是沒有任期的 換句話說並不是要在 這一期裡當四年 三年或五年 重點來了 我進到政務官體系裡面 是自由業 裡面 他也沒有提牙醫什麼的 他說我們都誤會了 他說的是牙醫 牙醫是自由業嗎 這也很難講 但總之 他說我再進到政務官體系 裡面是自由業 所以你怎麼能說別人誤解你呢 你自己講說是這樣講的 白紙黑字 歷歷在末 我剛剛還想說 該不會真的是誤解他 沒有 他就說政務官 不是 我跟你說 套一句阿中的話 這個叫做什麼 校正回歸 校正回歸 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覺得 講錯話或者是 造成大家誤解 沒關係 解釋清楚 我覺得OK 但是你這個解釋 大家接受嗎 反正他現在又改口了 大家接受嗎 接受的加一 不接受他在這邊改來改去的 幫我加二 其實我們說政務官 或者是指揮官也好 政務官也好 當一位醫生也好 或接下來要出來選舉 當候選人也好 選民要看的是什麼 要看的是你的 有沒有負責任 要看的是你的態度 要看到的 並不是前面說得很好聽 剛剛是什麼 責任來我就扛是不是 連這個你都扛不住 大使 落跑 落跑中是不是 我記得不是營業中 落跑中 說好的我負責 光是這句話就扛不了 他現在就是說 疫情搞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應該是最忙的時候 他應該要把這個疫情 好好做到一個階段 對不對 起碼對我們台灣2300姓 兩邊三百老百姓有個交代 現在每天確診上萬人 全世界台灣還是店後幾名 然後他到底做到了什麼 你這個 我們的死亡率還是高居不下 到底請問他做了什麼 這個時候他是和 通常這種時候就是說 他被他老闆開除了 表現太差 對不對 他還說他是自由業 這個政務官是公務員 照公務員的話不是自由業 公務人員我做過30幾年公務員 公務員身上都是責任 而且你不做好的話 公務員的義務都是特別義務 你犯有很多 第一個 賭職罪 你事情沒有做好 該做沒有做好 叫賭職罪 你該做為不做為是賭職罪 還有你這個不能隨便亂拿錢 你今天做生意 我賺錢為第一 你公務員的話 你不能隨便賺錢 那個賺錢不得法的話 或者去圖利他人 這都是貪污罪 公務員身上是屬於 非常特殊的責任的 義務比別人多 責任更多 所以怎麼會是自由業 他是不是對自由業有所誤解 沒有 他就是信口胡扯 所以他一講完以後他就否認 可見他心理上認為 他自己是自由業 他以為來去那麼自由 你今天負責台灣 2300萬人的疫情 你搞成這樣 說走就走 你不是落跑 你是什麼 而且說實話 你本來在坐這個位置的時候 天天喝紅酒跑湯 在那邊唱歌 就已經沒有好好認真 在做你的事情了 現在想走就走 然後把一個爛攤子 不要丟給誰 這種人還想根取更重要的 一個市長的職位 你想想看這種人 能夠擔得起這種責任嗎 還是說責任來他就扛 我看是機會來他就搶 責任他從來都不扛 以他過去的紀錄 反正我們以前沒有聽說 陳時中是何許人 他當了疫情指揮官以後 我們只知道 他從來不負責任 然後嘴巴講了 今天講了 上午講了下午他就否定 然後所有責任都歸別人扛 然後要什麼都沒有 要什麼就沒什麼 要疫苗沒疫苗 對不起他沒準備 要快篩沒快篩 要快篩沒快篩 要病床沒病床 對不對 要兒童疫苗也沒有兒童疫苗 要這個所謂的 這個 給他那麼多紓困的這些方案 他也沒有做 現在台灣老百姓過得滿慘的 很多人都在待業中 或者說什麼 在無薪價當中 給了他8000多億台幣 我最近看了一個報導說 我們有高中學生把他算出來 還有1000多億 不知道現在在幹嘛 所以做成這樣子 還說跑就跑 真的他很多案子 還沒有調查清楚 我們那個高端那麼多疑雲 然後我們那個很多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快篩四季的這麼多 有問題 有問題的疑雲對不對 食藥署出了那麼多包 他這個等於說身上帶了很多疑案 就這樣就要一走了之 還希望跑去選大衛 天下有這種事嗎 然後講話講了說了 上午說了下午就否認 對 他以前說 這個3加11我負責 他負責了嗎 3加11造成多少人命 多少家庭失去親人 所以他這個留下一個爛攤子 現在他到底是不是要 還是要繼續做他的 這個疫情指揮官來選舉 然後練戰每天下午那個記者會 還是說他要辭職 不論如何我覺得 他現在把這個重責大任 說丟就丟 留下一個爛攤子 這種人絕對應該是 撤職查辦永不入用 還想去來想選台北市市長 整個是把台北市市民當傻瓜在看 我已經確定了 他有說 他就是說 在政務官裡面是自由業 所以他說什麼別人去誤解他 全部都是他自己在胡言亂語 但是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前幾天說什麼 他說這個抽血加不算抽煙 指揮官是自由業 還有不是落跑 是沒有任期限制 然後以前他也說過 沒有蓋牌是先牌 反正這類的話可多了 我們不能花時間在這上面 不然我怕迷路 講到凌晨12點 結果他幹話真的太多 我覺得陳時中 如果他最後選輸 輸在哪裡 輸在他幹話真的太多了 我們連續兩年聽他幹話 你知道我有個筆記本 就專門記錄他說了什麼 比如我有一個 怎麼不早說系列裡面 大概就記了六七次 就他只要遇到人家質疑他說 為什麼你不做什麼 他就會說怎麼不早說 不是啊 其實都有人跟你講 你當時不聽 所以他今天在民進黨的活動裡面 說什麼要跟議員講說 我很好教 聽他放屁 好教在哪裡 我們早要跟你說 可不可以快篩陽性事為確診 你死不要 早就跟你講說可不可以落地普篩 你死不要 你一大堆理由 理由博一下是偽陰性 偽陽性這樣不行 那樣不對 疫情往南部延燒的時候 就什麼都可以了 資源就給下去了 要買的東西都買到了 可是問題是在疫情最辛苦的時候 我們要什麼沒什麼 這一波的疫情我就問大家 快篩世紀 是不是應該要分給雙北多一點 不是台北市民比較厲害還是怎麼樣 是因為我們疫情比較嚴重 你一個常理判斷 你都會知道資源的分配 要先分配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 結果你平均分配啊 高雄還沒什麼疫情 他拿到的快篩世紀跟台北一樣多 公平在哪 你就對台北人就最不好 你就是最討厭台北 就一直在欺負台北人 為什麼你要選台北上 你應該跟黃偉哲對調 反正他現在也必案纏身 你就去選台南 我保證你一定高票當選 台南人都超喜歡他 所以為什麼陳時中他昨天 粉絲頁建立起來之後 好多人去幫他按讚 那很多人說 是不是代表陳時中氣勢很好 我自己在網路上這麼久 這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南部人對陳時中的支持 那是比天高 就是把他當成精神領袖 就是把他當成聖人 真的是順時中 但問題是不好意思 你今天要選的不是總統 你要選的是我們台北市長 那南部的人會很支持你 這我可以理解 因為北部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你不分資源給北部 先給我們南部 我們南部人當然支持你 那你為什麼要選台北市長 我始終不懂的就是這一點 所以落跑這件事他也能拗 真的他以前是我都說他李尤伯 他現在真的是拗到 讓我覺得很難以置信 落跑就是落跑 指揮官他當然沒有任期 講到這裡都對 可是他當年說什麼 他當時說他要去選的話 就一定會辭職 請問他有沒有宣布 已經要參選了 有 昨天就宣布了 今天禮拜幾 禮拜一辭了沒有 沒有 還說我們要把防疫的事情 好好交接完畢 你要交接什麼東西 你要交接給誰 交接什麼東西 你也講得不清不楚 所以你就是 站著毛坑不拉屎 我真的對陳時中 這樣的作為非常的生氣 就像以前的陳時中 曾經說過 病人都跟我說 不要弄到一半 又去當官 現在是什麼 台灣人台北市民跟你說 不要指揮官當到一半 跑去選舉 你真的是時中如一 跟以前一模一樣 當時2020年的時候 韓國瑜在選舉 然後就有政論節目主持人 問陳時中說 這個你怎麼看 你會不會去選舉 他說什麼 我不是一個吃碗內 看往外的人 請問他現在是不是 吃碗內看往外 他現在還是指揮官 但他今天已經請假一整天 去參加民進黨的選舉活動 請假 請假 已經不管指揮中心的事情了 坦白說他之前說確診之後 就沒什麼在管了 然後就在鋪墊這樣子的 一個參選的洗手室 好 那所以我覺得說 3加11他當時都沒有負責 到現在他說責任我來扛 他甚至是把指揮官的位置 就很嚴肅 很嚴重 把指揮官的位置 跟民進黨的想法混為談 黨國不分 你知道陳時中 他就是在搞一個 民進黨版本的一個黨國不分 他才會說 責任在我肩上的時候我就去 這個長官需要我 請問長官是誰 長官是民進黨的長官 還是你在指揮中心的長官 指揮中心的長官能去說 叫陳時中代表民進黨 去參加選舉嗎 你指揮中心 你是政務官的身分 你就是好好做你政務官的事情 你竟然拿黨的事情 把它混為一談 說這是你的責任 所以民進黨搞這種黨國不分 黨政不分已經很久了 只是陳時中幹話特別多 他就真的把它講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陳時中選舉輸 真的就是輸在他的仇恨值很高 他所說的一些話語的語並多到 我覺得真的是來不及發 我最近在發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什麼 時中修理工 我想要每天都發一張圖 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是以前當牙醫當一半 後來跑去當官 這個就是你發的嗎 然後後面還有說什麼這個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不會看網內看網外 他甚至他後面還有講 他說 因為主持人就問他 你是不是在講韓國瑜 他說沒有啦 我也都 如果我的朋友這樣做的話 我都會勸他們不要 你怎麼沒有勸勸你自己啊大哥 你最該勸的人是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他的參選 是這樣很多的台北市民都是 磨刀禍禍為什麼 早就想跟他算總賬了 為什麼 我辦公室主任最近還確診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一邊確診 看到陳時中參選的消息 你心裡會不會覺得很幹 真的超不爽的 就很多像統神他的兒子 發燒40度 然後他同時看到陳時中 去參選的新聞 當然會希望他下去 當時陳時中有這麼高的支持度 有一陣子大家都順時中 那是因為那時候大多數的人 覺得他專心在他的工作上 為什麼他現在民調越來越低了 因為他已經把心思想到選舉上面了 所以我覺得統神說都沒有錯 真的這一次要讓陳時中下去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